波羅的海的中央忽然冒出這麼一大片白色氣泡 把鏡頭拉近一看氣體就像噴泉般不斷從海底湧出 丹麥國防部一看事情大條了 因為這底下的海域埋著的可是北溪天然氣管 北溪天然氣1號跟2號管線儘管目前都沒有運作 裡面仍然殘留氣體 最近在丹麥的波荷木島附近海域兩條管線都有氣體外洩的跡象 而且有地質研究的儀器偵測到爆炸震波 讓瑞典總理直指管線可能遭到人為破壞 德國專家更把矛頭指向俄羅斯 只是俄羅斯該擔心的恐怕不止天然氣管線的狀況 為了躲避真兵令這些俄羅斯排隊了兩天還是出不了關 各地又不斷傳出爛發真兵令 民怨快要炸鍋 十幾點很敏感免不了外界聯想北溪冠線的蓄意破壞 或許只是俄羅斯為了釋放國內壓力試圖轉移焦點 TVB全眾不懂